现在台湾的房价有多高 讲一个案例你就能明白 在台北市捷运士林站旁边 季光烧香机的透天店面 在网路上面求售 但居然是开价1.88亿 似乎是在挑战台湾的店面 还有房市的行情 但是当然我们不可能去买它 毕竟现在七年级生 提到买房真的是天方夜谭 我们来看一下30到40岁 他们买房都买在哪一些区块 那平均的总价是多少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张 是联征中心去年第四季 新增的房贷资料 可以看到台北市的七年级生 他们的平均购物总价是最高的 来到2094万 可是能够买到的坪数 却也是最少的只有33坪 那在这个排行榜里头 就是以科技新贵最多的 新竹县市为主 这一边的这个七年级生 他们的购物能力最强 占比高达42.9% 平均的购物总价就是1288万 换算下来等于每10个人 就有4个人是七年级生 那购物面积也是七都里面最大的 回过头来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新北市 排名排在第二这边 平均的总价是1400万 购物的面积也是好几 大概是36.9平 仅仅高于台北市而已 而我们纵观这八个县市 你可以发现除了高雄市的房屋 是控制在千万元以下 950万 其他通通是突破了千万的大关 我们的荷包真的是在哭泣了 因为现在就连退休金 难道也要克征所得税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图卡 虽然说劳工是辛苦工作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要躺平 但是为什么要克税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退休金 其实有分成两笔 第一个是劳保年金的部分 当然是全额免税没有问题的 因为是属于保险的给付 那么第二类就是劳退金了 如果说你达到一定金额门槛的话 还是要克税的 至于提到这个项目的话 也是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我选择一次领 一次领的话 就是说只要超过37.7万的门槛 要乘以你的服务年资来全额克税 如果是你按照月领的话 等于你每年领取的总额 再减掉81.4万元以后 多出来的钱就必须要克税 所以稍微试算一下 其实如果以你年资30年做计算的话 你的雇主提拨6% 再加上自提6% 提好提满 等于说你的月薪 如果是达到37万这样的门槛的话 才会需要克税 其他的部分就不用过于担心了 那以上就是这节的推播内容 请订阅按赞分享 欢迎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按赞 请订阅按赞 因为它在上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